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一个视频就可以了 我上面已经有很详细的如何注册谷歌账户的方法 好了 登录成功了以后呢 我们点免费试用GCP 稍等一下 有点慢 好 现在进来了 进来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这个国家和地区已经选不到中国地区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选到美国地区就好了 然后勾选上 点同意并继续 这里呢 这个类型就选个人就好了 好了 这个姓名和地址 我们可以用这个 Fake Name Generator这个网站呢 进行来生成一下 直接把这个姓名 生成完了 直接把这个姓名呢 沾过来 地址 直接沾过来 这个城市的话 这个城市的话 我们就是这个城市 然后呢 这个粥我们就选这个 然后这个油边呢 我们也直接把它沾过来 电话可选 我们就不填了 然后 付款信息 这个信用卡信息 添加信用卡信息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呢 是您的双币信用卡 卡号 这里 持卡人的姓名呢 一定给你的这个 注册信用卡时的这个这个姓名是必须保持一致 然后勾选上信用卡或者借记卡 这个 然后开始免费试用 点开始免费试用就可以了 因为我我现在没有没有第二张这个多余的信用卡了 我就不再这个注册了 不再这个申请了 大家注意这个流程就可以了 好 下面呢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搭建这个VPS 进行科学上网 好了 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这个注册成功以后进来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您的免费试用金 和这个免费剩余天数 他 我这个是他给我折算成了这种港币 所以是看着不是300到啊 其实实际上你的激活了应该是300到365天 我们从这个结算里面也应该能看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剩余金额 还有这个剩余天数 然后呢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自己的VPS搭建 然后从而实现科学上网 首先呢 我们去创建一下防火墙规则 网络 这个 哦 VPS网络 然后防火墙规则 我们为什么一上来就要先创建防火墙规则呢 是 其实是为了一劳永逸 就是说以后我们再创建了实力以后 所有的实力都用这个防火墙规则就可以了 以后再只要你再去一个一个的创建实力 不需要再来去去维护这个防火墙规则了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先创建防火墙规则 然后呢 点这个创建防火墙规则 然后这里随便起一个名字 然后呢 这个流量方向是入站 然后网络中选网络中的所有实力 这个目标 然后这个来源RP地址范围 0.0.0.0 0-0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协议和端口选全部允许 点创建就可以了 我再说一遍啊 只需要填一下名称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流量方向入站 这是第二 第三 目标 这里选网络中的所有实力 第四 这个地方 0.0.0.0 斜杠0 协议和端口 这是第五 选择 然后创建就可以了 因为我之前已经创建过了 所以我不再创建了 然后呢 这是 这个入站的一个创建 然后我们还需要再创建一个 出站 这个名字也是随便取 比如说我取一个alt .001-001 然后呢 这个 出站 流量方向选择出站 然后这个目标 网络中的所有实力 这里也是 0.0.0.0 斜杠0 然后选择全部允许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需要填线 这是第一 第二 这是出站 这是第二 第三 网络中的所有实力 第四 这个目标IP地址 第五 全部允许 然后点创建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因为我已经创建过了 所以我就不再创建了 这样 防火墙规则 我们就已经创建好了 之后呢 我们就去创建自己的实力 这里要选这个 Computer Engine 然后选这个VM实力 现在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创建了 创建了三个了 好 我们现在来创建一下 这个实力 名字呢 我们比如说 去一个台湾 0.0.4 005吧 然后区域呢 我们就选择台湾地区 你也可以选香港 或者东京 但是台湾地区 应该是速度最快的 然后呢 选择这个 这个亚洲地区的东部 选C 这个C是离我们最近的 应该是最快的 然后这个呢 我们个人用 就选择危险就可以了 然后启动磁盘 我们 就选第一个 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 这里防火墙 勾选上 这样 就是 这样就创建好了 005 稍等一下 创建完了呢 我们需要来测试一下它的速度 所以我们 要登录一下这个网站 来测试一下它这个速度是怎么样的 如果这个Ping的这个速度都是在100毫秒之内 100秒之内我们就可以这个用它 好了 现在有了这个外部IP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呢 这里因为我在北京 所以我选择北京阿里云 然后 跟贴 它看 稍等一下 100 这个 看 现在看一下都是在100毫秒之内的 稍等一下 大家看 3.7 1.4 1.4 1.7 这都 说明Ping的这个速度很快 好了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基本上都是在50以内 说明这个速度应该是特别快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 打开这个SSH 然后点这个下拉三角 点这个在浏览器窗口中打开 我们现在要来安装一下这个科学上网的这个工具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我们要用一下它的这个SSH连接一下服务器 好 进来以后呢 我们先把这一句代码 先复制进来 运行 速度高 好 刚才可能是有空格啊 那个刚才这个说这个 呃 这个命令没有发现 我刚才又手输了一下是可以的 然后呢 第二个 然后复制粘贴一下 然后第三句 好 现在出来让我们输这个密码啊 然后呢 这时候输一下端口号 比如说我就选个444 然后呢 这时候需要输一下这个 直接都回车就可以了 都默认你就可以了 现在它就开始装了 大家稍等一下 好了 经过大概三分钟吧 两三分钟的等待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 这个服务的IP 还有这个端口号 密码 还有这个协议 OBSF 还有这些 这些信息啊 大家一定要一定要记住 因为这些东西呢 是你这个 在后续科学上网 都要用的东西 好了 这个 谷歌云的注册 跟这个VPS的搭建呢 我们现在就告一段落了 现在呢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 在各个设备上 我们怎么样来 使用这个 谷歌的这个服务 来实现科学上网 好 我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 ROS端 怎么样来进行 进行科学上网 其实ROS端呢 大家有很多 可以用的这个工具 我今天要给推 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 是这个 小火箭 如果你从这个 苹果商店里边 去搜的这一款 工具 它是收费的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 是 呃 直接安装 不需要收费的 嗯 就是免费的 所以呢 这个 但是需要你先装一下 这个PP助手 装完了以后呢 你从我的这个 嗯 百度云里面下载 这两款当中的任意一款 然后 呃 连上你的手机 用USB线 连上你的手机 现在我的手机 是处于连接状态 我们点一下这个 进行 稍等一下 进行安装就可以了 管理我的应用 安装到手机 现在正在安装当中 大家不要着急 好了 应该是安装 好了 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已经是安装成功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设置一下 根据我们刚才这个搭建的这个 这个VPS这个 账号 我们来设置一下 首先点进去这个小火键 然后呢 add service 我们选这个SSR 然后host 我们照抄就可以了 34.80.55.235 登口号 444 密码 然后呢 这个我们就默认 就是选这个 跟我们刚注册的时候 一样就可以了 obf 点进来 点进来 我们选择 这个 点进来我们选择 这个 好了 这样呢 点完成 点完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打开 允许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在这个 这个 ROS端 这个配置完成了 配置完成了 我们可以去测试一下 好 我们现在呢 已经是这个 完成了这个 这个 VPN的这个 这个设置 我们来 看一下YouTube 测试一下 它的速度 好 我们任意打开一个 这个 Video 现在这个速度是 应该是非常非常快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 现在是广告啊 这个是一个4K的一个 Video 大家看一下 速度非常快 好了 ROS端呢 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PC端 我的这个 PC端呢 是温期版本 大家这个 Windows版本 应该都是一样的 来看一下 这个 按这个 工具是 这个名字 我们解压一下 解压完了 我们打开 点这个 打开 好 我们过选一下 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这个 服务器IP 这等等 这一些 这个参数都填好 还是按照刚才的 这种方式 来填一下 服务器的IP 34.505.235 然后服务器的端口 444 密码 然后加密协议 还有这个混淆 我们都填好 然后呢 点确定 确定完了以后呢 我们代理模式 选择PC模式 其他就不用动了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上一下YouTube 看一下 好 我们任意点开一个 我们来的时候 他们就给我们水 但是应该 但是 网速大家看一下 网速是特别快的 已经缓冲到这里了 我是刘沛Pierre 真正的第一天在梦买 不知道 好 这个温期端呢 Windows端呢 我们也已经 PC端 我们也已经 说完了 好 这个安卓端呢 因为安卓是需要 安装这个谷歌框架 所以相对比较麻烦 因为我这个视频啊 已经做了很长了 避免这个视频太长 大家看得疲劳呢 我想把这个安卓端的 这个单独做一个视频 放在第四 系列三里面 让大家看 所以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 然后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我的留言区 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的关注 大家一定要记得 给那个 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订阅 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谢谢大家 一定要记得 订阅订阅订阅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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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